白衣男子边讲电话边往列车长的车厢跑 眼看列车已经准备启动 竟然直接冲到门边敲打车窗 疑似是想要车门再为他开启 但列车长只能在车厢内示意他别再靠近 9月18号彰化车站385车次 自强号南下列车 民众拍下这危险动作 他看起来是在找他所在车厢的位置 但是他走到一半的时候车门就关了 民众表示这位先生一开始是边滑手机边找车厢 只是如果真来不及 其实可以先上车再继续找 但彰化站不算小站 列车抵达时间到再次出发 停等了两分钟其实绰绰有余 只是列车离站声响 男子还不远离民众直呼好危险 是蛮危险的 因为他最后 就是列车长告诉他不能上车之后 还是超出黄线 至于没有搭上车的民众在被拒绝之后 还是一直走在这个黄线之外 跟列车距离不到一步 其实真的很危险 以这般385车次 自强号的停等时间来看 只有台南站停三分钟 以及高雄站会等四分钟 基本上大站会停三到四分钟 小站也都有一两分钟 台铁人员也表示 千万不要这样硬闯 尽管列车都有加装安全装置 但行进间列车跟月台缝隙 就像是一把刀非常危险 所以旅客的大腿可能会陷下去之后 然后被这个给它切断 是非常可怕的 那通常我们在列车与 车厢与车厢间的时候 会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缝 所以你有装了防罪板 台铁的上下车SOP 通常称为列车监视 会有电子哨提醒 列车进站时 月台除了自动广播 地面也有红灯警示 出发前也都会有人员控制铃声 如果旅客强行要开门 或是攀附列车 可能触犯铁路法 万一影响到铁路操作设备 最高会被罚五万元 毕竟大众运输是不等人的 民众还是提早出门 才不会没赶上车 又可能不小心处罚 TVBS是关联的一条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